一家企业家这样的组合 目前我自己是刚离职不久 然后在考博和轻创业 占了一个新阶段 然后当时追我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心动 因为他的个人能力 包括长相 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 然后生理性的吸引力也是没有的 十点半我觉得就是有点像做任务 但是他追我那会儿 追得很猛 付出也很多 然后又是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 所以当时我就跟他好上了 然后对婚姻 我其实也已经不太抱有这种期待了 觉得说要么就这个年纪了 然后要么就找个人结婚 然后一起养小孩 这样也可以 所以差不多我跟他也 完了有个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然后在这一年过程当中 他总体付出差不多是在 包括钻戒 钻戒他也买了 在120左右 然后现在的问题在于说 时间那么长 我发现他的性格和我的性格都很强势 我们说话都是不相让的 很较劲 然后这点每次沟通争吵 我很反感 然后他说话的内容都是一套一套 格局都拉得很高 但是自己说的话 自己做不到 所以我就很反感 第二就是他的内心很敏感 很多的小事情小细节 他很容易产生自己的一些情绪 然后呢会阴阳怪气 小针来扎我 然后刺痛我的这种自尊心 然后有的时候是有故意的 有的时候他是无意识的 然后我已经这样的状态 情绪失控三四次了 而且是比较激烈的那种情绪失控 这是我在过去的 这三十多年人生里是没有的 然后有一次激烈到我还打了他 然后第三是 我觉得是不是会有一点点臣服 也希望去去帮我来 从细节上然后来判断一下 第一件事是 过年回家 我们这次是见了双方的父母 然后我爸妈当时 有问他这个具体的收入啊 结婚计划 这些很细节的问题的时候 他的回答就是 我正在努力啊 我也希望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推进 然后经济收入 我是能够很好的覆盖的 目前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他说话不会打直球 绕来绕去 不会具体的直接告诉你 我多少收入 我具体大概在什么范围内 什么时间 给这个婚 总体的感觉就是说话很有防备心 第二件事是 我妈觉得她的家庭那么复杂 原生家庭 那么多人要养 然后我妈就 给你们这个小家庭 大概要花多少 对吧 然后希望给我一个安全感 再次强调了 就是经济上的话 是不是一部分要我来掌控 然后她的回答就直接跟我妈妈说 她说 我是不是理财的一个人 那如果家里谁 管理经济比较好 那就谁来管嘛 就是这类很敷衍的 然后不直接说清楚 就绕开了 第三就是 我刚刚开始跟她谈恋爱的时候 当时我们是有聊彩礼这个话题的 然后素期我们有一次聊天 她就跟我懂装不懂了 她就问我说 哎 这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后来被我戳穿以后 她就直接又抛出一句话说 那你这个彩礼当时强调的 就是要用在我们以后的小家庭里的 那以后如果我要用钱的时候 你这个要拿出来的吧 就是这种就让我就很下头了一下子 然后最核心的我觉得就是性格上 我俩就经常吵架 然后经常她要讽刺我 就是扎我小针 我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内耗了现在 但是有一个优点就是 她每一次吵完架 她都会认错 然后试软 然后给我转账 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好像还可以 然后我想就是要不要继续这段关系了 然后我过完年 见完父母嘛 然后我爸爸可能也不是很喜欢她的这个性格 我不喜欢她 其中的一个点就是一个细节 过年回家呢 她从超一线来我们这边上海 然后我家在嘉兴 她呢直接从北京坐到了上海高铁 然后呢第二天她跟我说 让我让我去的那个上海接她 我跟她说我今天还要拜年的 然后我的车牌上海进不去的 你直接上海嘉兴高铁过来 不是20分钟吗 我说很方便的 不要不要就是搞得好像很复杂 然后她就开始PUA我来说 啊我是客人呀 你是东道主 呀你这点讲究没有的 感觉我这个人不会做事情的 然后呢 我就在想 那你真好搞笑 我之前去你家吃饭 你妈妈有给我包红包吗 我感觉你家也不是很讲究的呀 那为什么你这个事情上 你就要跟我讲究了 然后我爸第二件事情就觉得说 这个人自身能力他是不够的 他现在所创造出来的这种财富 是他爸爸那里继承过来的 所以呢就觉得这个男的 可能就是自己没什么卵用的 但我后来又想想了 就是觉得婚姻嘛 本质可能就是繁衍 哈哈 婚姻的本质是繁衍 我的妈呀 你这个定义上呢 吓我一跳 哈哈哈哈 但DNA的角度来讲呢 可能确实也 也不是很帅的 然后呢 年纪的确确也不小了 我现在 女性的这个磁性竞争力 我感觉可能 会不会也不强了 然后我妈妈妈妈妈 就很希望我赶点生个小孩 然后我就不知道 这个人是不是我的最优解 目前来讲的最优解 可是我应该 断舍离果断放弃 目前在35岁之前 我就再搏一搏 重新再找一个 在我看来 肯定是果断放弃啊 我先给你答案啊 哈哈哈哈 主打是没必要 这男的适合找个什么呢 适合找一个条件 就是物质条件 非常非常一般 然后呢 非常非常愿意 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然后为了博取 他的物质价值的 这种女生 跟你不匹配 这个男的也没啥毛病 你也没啥毛病 主打是两个人 不合适 对 知道吧 因为他其实是个皇帝男 他是个典型的皇帝男 他就是需要别人 无限的去给他提供 情绪价值 无限的去服软的这种 然后还要有充分的服务意识 这种的话 他只有那种 愿意做小伏迪的女孩子 才做得到 你自己家里条件也不差 说白了就是饭不上 就吃不上这口饭 是的 然后呢 我现在其实已经跟他非常明确的说我爸妈不同意的咱俩就算了吧 然后我把婚戒啊什么的我都还给他了 他不肯要 然后死机败烈的然后飞过来然后开始哭爹喊娘的开始搞事情 然后呢呃就开始说不能让我觉得是下架 然后原来彩礼他说什么三十五十左右 现在呢给我提到一百多 以后答应我什么开销 每每每年一百万的开销给小家庭 然后他收入原来说不肯让我管吗 现在他说收入的一半 可以让我来管的 我跟你讲 我唯一有一点 跟你爸 这个认知不一致的地方 啊在于哪呢 这个男的还是有点能力的 我跟你讲啊 这个男的绝对不是没能力的那一挂 但是他跟你是绝对不合适的 我告诉你 他现在给你所有的12345的这个承诺 都只是为了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先把你搞定 但是 他到后面 他所有说的这些12345 全部都会编挂 我觉得他会要回去的以后 就是他可能会在其他的点让我 呃付出或者说 我跟你说了 他一定会变卦的 他是策略 嗯 他只是短暂性的 短暂性的一个策略 知道吧 行 那我大概清楚了 你就说这个男呢 我可以果断放弃了 然后就是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就不要扭扭捏捏 然后 这个缠脚带一样 臭袜子一样 继续纠察 对的 啊 然后现在问题就是 嗯 他一直在纠缠我 我该怎么就是放下 我感觉他可能会极端 就是上一次 我为什么打他 也是因为在公共场合打他 他就是掰着那个 租租车的车门 就是死活不让我上了 然后开始用很极端的语言说 我今天就是不会让你走的 我绝对不可能让你走出这个门 就是类似于这种很极端的言语 我觉得有点害怕了 哎呀 我说我要抱住他 对的 下次就是 就是再再骚扰你的话 就是找叔叔解决问题吧 嗯 你就跟他说清楚就行了 然后把你爸妈来前面就好了 嗯 我就就反正就是说 我爸妈不同意 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了 我也不喜欢你 啊 我爸妈不同意 我也不喜欢你 就这样 嗯嗯 我完全不喜欢你 我实在不喜欢你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强迫自己喜欢你 就这样 那他要是一直在给我开条件呢 不要啊 这些东西还听着干什么 这都是次要的了 嗯嗯 对因为他现在就是 比如说每个月啊 他像今天他还要给我 呃 我我感觉他SKP去买个包 然后呢呃 要明天要来上海 要来找我嘛 那我就很害怕 然后要么就是给我 卫星上打钱过来了 哎呀 你直接给他拉黑好了呀 OKOK 嗯 好吧 然后我想聊一下 那关于职业方面的问题啊 就是我现在不是离职了吗 然后在呃 在考博 也就是今年的五月份之前 我想考博国内的 你稍等一下 大家等一下 我那个画面 现在好像有点问题 他们在弄 你们能听到我声音吗 能听到我 哎好出来了 好你接着说来 嗯 然后我就在担心 说我今天五月份 没有考上国内的这个博 那我后面是要继续回归职场 好像以前一样 去做一个职场精英 还是因为我也35 快35了 还是就其实没有必要了 啊就做自己喜欢的事 去做一些轻创业的一些东西 呃还是说你觉得哎回美国 然后继续读一个EMBA 或者就直接到美国去读一个博士 然后在美国去找个像得了呗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反正就是升个升个 升个什么课程 然后出去出去了以后 呃外面就生活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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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的性格应该在那边的话应该生活也挺好的 嗯 我感觉以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很多男生喜欢嘛 就感觉他怎么回国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啊那你就出去吧 你在哪里的感觉好就在哪里呆着嘛 OK 然后定端的问题就是关于我自己的呃小红书IP的经营 然后现在我有的标签就是呃一个是职场精英嘛 然后另外就是国内头部高校的老师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后面要考虑变现 我这个路径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变现了那你就是看是接广告啊 还是去带货呀还是去做知识付费呀 嗯呃我前两天跟一个我杭州的一个好朋友聊天 他也是个很很很大的一个网头嘛 嗯嗯他说呃如果我走职场精英教学 然后未来是要去卖课对吧 要做咨询的就是付费的这个部分的话 他建议我不要和那个生活呃 lifestyle的这些东西去混在一起 嗯这样的话会不会比如说你的这个精准用户会找不到你到底是要干嘛 然后就反而可能你也卖不了课 嗯反而你可能这边要接广告或者说要要怎么样可能你的粉丝会很模糊 这种东西也是每个人因人而异的啊 这种东西那看账号才知道了你的日常发的如果是非常有品质的 其实他也不怎么影响 如果说你的日常发的真的像朋友圈那就别发了那你别管是做啥你都不能那么发 那我肯定不是这么发的就是我可能现在我想的就是我目前一个ip号一个id号 我就专门去做这种职场那边那种啊就口播啊什么的 然后我再起一个另外的小号然后就专门的去做这个什么生活lifestyle的这个东西 两个号这样做会不会就是没有太大必要先从一个号开始运营吧要不然你也做不过来一个号都出不了成绩的啊 ok ok 好吧我们时间到了啊 嗯好的谢谢曲曲 好拜拜 好嗯拜拜 有画面了刚刚刚画面黑黑了一会吓我一跳我说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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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这用我高清直播间第一次遇到这种机会 这个情况吓我一跳哎呀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美人节优铺欢迎你们我们现在呢暂时美人节优铺是每周两场周四周五的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然后在这里呢大概会给大家开通15个左右的连麦的名额 我目前啊我们这个美人节优铺的所有连麦呢他的出场次是不对外直接公开了所有来到我们这里的观众都是呃邀约的我们的闺蜜圈还有金贵的社群的宝宝们都是我们的内部的铁粉们啊所以才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我们这个美人节优铺的内容 然后在我们这个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些剪辑的呃版本然后流入到市场上就会有更多宝宝可以看见了关于公开直播呢 我的想法是我的想法是在下周或者下下周慢慢的啊然后对外开开看看呃到时候的话我会在所有的社群还有朋友圈里面去给大家发通知好吗看看看看不行咱就还是对内哈哈哈试试看试试看啊哈哈哈好不好那那那总得一只脚一一 哎呀就就像这样哈哈哈试试呗对不对试试又不掉块肉了哈哈哈对吧万一哪个平台的老板也是我的铁粉他也等我很久了呢啊是不是万一铁万一那个平台的老板其实他一直想看我是吧好久没有看到我他也很想看到我呢哈哈这个说不准的啊哈哈哈啊来下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哈是我妈哎哈喽你好哈哈哈天哪先不要来一下曲曲听曲曲已经一年了差不多然后越听越上映哈哈哈然后就看着曲曲越来越好看了我感觉曲曲是很多昏头姐妹的救星之内就有时候一句话能点播很多太优秀了然后就是太优秀了惊艳之谈然后我先说一下我的问题然后再介绍一下自己情况嘛我是第一个想问一下曲曲就是 就是觉得我的围内关系怎么样第二个就是呃想问一下以后大概路要怎么走然后我再说一下自己基本情况就是今年31了然后长相是7到8分然后打扮起来就是9分嘛是人群里面比较引人注目的那种但是老家是那种呃四线小城市然后一直就是在小城市上学是那个研究生的时候才去国外留学了一下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家里人规训的比较好的那种 然后以前想去做模特啊网红什么的家里人知道了就很反对觉得是青春饭不许抛头露面然后研究生毕业之后还回老家就是父母安排工作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自己觉得不行然后就自己跳到一线城市来了然后家里资产嘛也也就五六百个吧就是也没父母也没有办法给特别大的助力吧嗯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圈子然后现在是在围内嗯然后另一半是很好的那种 单位的而且是同龄人历练明显是位置混的比别人高两节的那种人是好人很聪明然后很会读书但是没有啥情绪价值也没有啥米就是会老老实实待在家那种也不太会玩他家里常见嘛就是也是普通就是也给不到什么助力然后就18线小县城一些莫名其妙的房子什么的然后一线城市现在我们就一套房然后自己是去年考到了就是top类的一种top类的单位 然后就是说四句大家都知道很好那种单位上班但是就这种单位也就一年十几个嗯然后主要是以前真的感觉自己不太醒悟啊然后太太蠢了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玩法社会的玩法也不知道然后大妈一直都是保护的很好还觉得就是回老家非常好被归认得很好的一句然后这一年主要是听曲曲听得十分的神清气爽觉得人生是需要改变的所以后来才考到这个很好很好的单位来的这个还是很谢谢 好然后现在就是然后现在就是然后现在就是感觉谜也蛮重要的就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谜感觉就是跟其他小妇婆比就虽然长得好看但是好像也没什么用然后围内关系吧有时候会觉得很鸡肋就是然后而且之前还有那种大师算果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围我的围内这个关系比较普通然后听到我就很气然后现在就是想问你去去就是如果我现在想搞米的话嗯 我在这种类似的苹果单位怎么办呢然后我想去坚持当个博主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晚了然后还有就是为那关请去去女生给我指定一下然后其他没有了细节找米的话肯定就是要找副业了找一找自己觉得感兴趣的东西有没有什么自己感兴趣的自己会的不会的也可以愿意去学的东西然后就可以有一些渠道现在的话赚就是副业比较容易的肯定是跟自媒体 行业的行业挂钩钩钩钩钩那你要说自己想尝试当博主没有什么叫晚于不晚那还有八十岁的网红呢我跟你讲啊当博主他的内核在于什么在于你有东西可说你有东西可分享你有没有这个很重要因为他是需要长期输出长期坚持的一个过程 啊对这个明白了有时候有东西说想就其实自己是对外媒比较感兴趣然后自己长得也比较好大的那种可以啊本来今天还想投资一个电来哎呦我的妈呀抄抄大陆通罗马你却选了下水道你别走我跟你讲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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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投钱 做一个所谓的什么小实体这种东西如果你不能空手赚到钱那么就说明你赚不到钱能能明白我这个逻辑吗如果你能够空手赚到钱说明你才能赚到钱哦明白了空手赚到钱说明你才能赚到钱哦明白了 我赚不到钱你开什么亏什么啊这就是我告诉你的 哇说的好就是有时候觉得现在博主啊到00后05后我一个31岁老阿姨我去跟他们竞争我是不是太晚了天呐你你你你谁告诉你你是跟00后竞争的呀哎不是不是等会儿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你那个几亿网民都是00后吗 哦也是啊那50岁的也去看00后吗 哦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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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要去跟00后竞争你去吧哈哈哈 老是觉得自己老了然后自己年轻时候的美貌也没有发挥了任何作为 我跟你说网红不是青春范围 啊那我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因为有感觉好像年轻的好处 年轻的有年轻的瘦组年纪大的有年纪大的瘦组是不是 人家还还还要看那个什么还还看那个叫什么什么清诚的什么微微一笑很清诚的人家还看那个呢 哈哈哈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明白了那我今天就着手去做 我要是有钱我就加入出去闺蜜圈 好的你一定会有钱的 就你说了这句话心里给了自己这样一个信念感 我觉得你就会有钱 哈哈哈 谢谢我的女生 然后 其实觉得我为内关系怎么样 我有时候觉得就是需要跟这样无聊的人相处 那你可以拉你老公是不是长得还挺帅的 就还还还还可以就是放如果放到对对碰市场那绝对是多少人要下场抢他那种因为他单位又好成绩又好就自己很有能力 那你你就拉着他一起做做拍段子呗 哎呀我就是感觉他也是个很无趣的人了而且他那种当然那种在那种待会就是已经 profile露了露了那种是是那种那种 所以他不太好 governor你说 怎样的婚姻呢他 到最后他都是各有各的男 知道吧 你这个婚姻他如果没有什么大毛病你就不要想着去怎么去改变他 我觉得因为他并没有给你带来焦虑 懂吗 你焦虑也好迷茫也好 你的这个症结不在你的婚姻上面 就是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俩在家很无聊 然后他也很无聊 就周末也很忙也要加班那种 就陪我时间很少 然后他也不能出国旅游 但是我能 所以我就觉得天哪 这个另一半好像 你可以交流 你有自己的朋友吗 有自己的圈子吗 有自己的爱好吗 你可以自己吃着玩 但好羡慕别人夫妻的那种 就是好像两个人能每天开开心心 你怎么一对比 感觉我们家就这么平淡呢 也不是每个夫妻回去就是开开心心的 可能别人在家里打架干架的 好吧 那你明白 我的婚姻比较安全 对呀 没毛病你就别去琢磨这个事干啥的 你们俩有小孩吗 他没有呢 哎呦 那你 你们俩结婚多久了 结婚三年了 三年了 为啥不生小孩啊 就是我们 我就是我感觉 我还想玩 玩一个 你还要玩 你多大了 三十一 你三十一了 你还要玩 你啥 大富大贵家里呢 你啊 咱们干生生好不好 啊 取神在线催生 你干生生是吗 其实 其实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我也比较少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就是家里 没什么米 然后比如说你 你有 有个球 你这个到底以后 现在都选成这个样子 你到底有球对我们来说 适不适合呢 那好多人现在都 就是有违那关系 但是都没球了 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 你们俩想做电课啊 你们俩商量过吗 我问过他 他也觉得无所谓 然后我也觉得 现在好卷 我好头疼 然后我们资产水平吧 在这个一线城市 也确实就这样 你说单位好吧 好像也没啥用 是这样的啊 我跟你讲 小孩这个事是这样的 但凡你对生孩子 有一丝丝的 觉得有这种天职的感觉 那我就建议你早点生 你除非能非常确定 我一生 我一定是丁克 我们俩打死都不要小孩 打死都不要小孩的人 我觉得可以 可以丁克 但是 但凡你那些 有一丝丝的 为此事而动摇 徘徊 一定是早生 比晚生好 好 那我今天自己在跟自己对话一下 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动摇 有动摇的话 我就早点生 对的 听起来就肯定没过 对的 对的 真的 这件事情是没有后悔 我可以吃的 我告诉你 明白了 主要是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单位 算是好的 好得不得了 但是确实就那么粘迷 我真是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啊 如果像这样 你老公单位也好 对不对 他是不是还有成长空间 对 以后 你们俩 没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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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长得也不错 工作也不错 还有点少光环 然后在外面这个女的那个女的 遇到个单身的恨嫁的 夸的 跟他两个人一搞 哎 带个球 你就被动了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市场 真的是什么东西在卷 你再想一想 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安全 哇 天哪 是不是 那我明白 主要是之前有个大师 他非说我这个 你这个违内关系一般就搞得我 你这个违内关系一般又怎么样呢 一般 就是人家说的 你的起点可能是别人的终点 一般也是个相对论 好也是个相对论 坏也是个相对论 明白了 就是 就是 我就是 就是因为那个大师说的话 我就从此以后一直 耿耿于怀 我就越看我 越看我违内那位 越不顺眼 越不顺眼 所以像你这样的人啊 少看点大师 知道吧 而且他说你们的关系很一般 这有 婚姻很一般 谁的婚姻不是很一般 还能相处过花 相处过朵 你自己不是个一般的人 你自己是个什么 啊 天仙 天仙下班 哇 这么一说说我好通过 一下明白了 哈哈哈哈 大家都是一般吧 99%的人都是一般 他可会聊天 他该挣他 他挣这份钱 哈哈哈哈 一般了 我老是觉得 别人家就是有趣的 和谐的 幸福的 美满的 并不是的 并不是的 那这么看 那真的是 好不好 各有各的不好 好不好 也各有各的好 好好好 那我没啥问题了 好 去去我太太女儿 给我白一下 就让我早上 给你去 好 加油啊 嗯 好 谢谢再见 这些大师 怎么这么会 说些废话呀 啊 可 可 你们的婚姻呀 你把你 啊 这你还跟他给钱啊 这还值得 要你跟他给钱啊 他这个话 我说用放之四海 而接轮的 真的都有点贬低他了 啊 哪个的关系不是一般 哪个的婚姻不是一般 哈哈 是吧 我们听过 轰轰烈烈的爱情 我们听过轰轰烈烈的婚姻吗 啊 真有意思 我们有什么东西 是用来形容婚姻呢 平平淡淡才是真 对不对 我们什么时候 用轰轰烈烈 形容婚姻了 真搞笑 你们的婚姻很一般 哎 所以说吧 那么少看点大师 少看点大师 一个个把脑子都看坏了 能不能 能不能搞点 接地气的话 啊 那个婚姻啊 要是真的每一天都是事 每一天都浓烈 兴高采烈 这个大个的 那你 什么叫不一般呢 啊 老公 发家 抛弃 糟糠之期 不一般 对吧 以后人家拍短剧都拍 霸道 总裁 爱上你 我就拍 霸道 老头 抛弃 糟糠之期 我就拍这 能不能火 是不是 我跟人家短剧 都不玩一个套路 知道吗 霸道 老头 抛弃 糟糠之期 我就拍这 知道吧 咱们能不能拍点 吻合现实主义题材的 天天就是造梦 霸道 总裁 爱上你 让你们觉得 别人的婚姻 都是霸道 总裁 爱上你 有毛病吧 我们以后就拍这 多偶 霸总 的 大老婆 多偶 霸总的大老婆 好吧 我们以后就拍这个 拍 牺牲子 争家产之战 行吗 我觉得 就拍这么多好的 也一样 就很开心 是吧 你们都来投我 好吧 我给你们每个人 都留点 留点股份 好吧 你们都来投一下 来 下一个 您好 切西老师 哈喽 您好 我是经贵关系的学员 我目前的基本情况是 在东北达尔本科在读 今年是20岁 然后我现在是在跟一个大佬谈恋爱 就是不到一个月 他现在为我付出有40多的保留 然后买了一辆车 然后目前我面临的问题是我在东北 然后他在深圳那边我们的联系就是非常少 然后这一周就不知道咋了断联了 就是我 就是我我想就是怎么和他能够维持这段关系 然后让他就是持续的为我付出 怎么断联了 断联之前有发生过什么吗 没有 就是他给我买这个车之后感谢了一下他 他就是平时比较忙 然后但是我给他发消息说想他了 然后但是他就一直没回我 因为他之前答应每个车给我两个W 但是现在就是我联系不上他 我要一直发的话我就会害怕他烦 然后就没发 别联系了 对 嗯 你这种东西你本来就是很被动的 他们他是跟你认识多长时间 不到一个月 然后因为是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花了40多 对 他身价对他身价就是30多个亿 然后在百万这个买 那你找他干啥呀他就是他就是玩一下 他要是什么时候再想起你呢他会再来找你呢 就是我我最近比较需要钱 然后我就是要参加选美的一个比赛 然后我就准备再开口跟他要一点 就是买完车之后他的想法是让我早点去深圳 让我过去 然后后来好像没表示这个事 我没表示我要过去然后怎么样 然后他现在就就没联系我了 你就先不联系啊先等一等吧 你现在着急什么着急选美 你需要多少名选美啊 我差不多10个W吧 你他就是 你只认识这一个人的你不认识别人了 我别的就是在聊暧昧没有到这种程度 然后我别的也也也没有 不需要到这种程度啊 直接问就好了 说我要参加选美需要赞助商 你给我赞助一下不就这样啊 都那个啥不太熟 不用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不需要很熟知道吗 你能够费三十几个亿的大佬看上说明你颜值也挺高的吧 你有做直播吗 因为我学播音主持的我还是个学生 我现在就是没有他资助我就是没有没有钱 大姐大姐 你跟这个男的总共认识一个月是认识一个月之前你是死了还是怎么着啊 我是我咋跟他认识的就是我去打韩将公 就是做的那种礼仪接待在公司里边就接待客户然后到那个会场开会之类的 他那是我就是我他是我老板的老板 嗯 然后后来他就看上我了 然后让我 在这一月之前 你也活得好好的 好吧 嗯 你别搞得好像就是这个人怎么着了颠覆你的生命了 走了你要死了 别跟我整这出啊 嗯 这种人他本来就是他本来就是属于圣诞老人 他本来就是属于圣诞老人 他就是想起来了他就来一下给你发个大礼物他就走了 他本来就是这一挂的 谁能留得住他你凭什么留住他 并且我还知道他就是多偶的他有的 他说废话 一个月上来我为什么要给你买个车这不多偶 这不废话 这废什么话呢 嗯 嗯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 你联系 提不上他 没有利益好不好 你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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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吃的老人住你家你想 嗯 整这些没有用的啊 嗯我现在要是说我下月放假去找他 会不会显得很掉价 然后我就再考虑这个问题 不会 不存在 因为对于别人来说 你本来就不存在有什么 你跟价一说懂吗 没有什么掉不掉的 你本来就没啥价 对于他来说他花了这个四十几个大礼物就跟他 平常出去唱了个商K 没什么差别 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 对 好吧 你们没有人不需要那么多什么心态波动 啊 但是我是建议你 不要废话说那么多 知道吧 嗯 因为他没有强烈要求 我是建议你别说话 嗯 什么时候人家再饶你再说 他不饶你就酸了 这就是我对你的建议 没有必要 根本没有必要在那死结巴拉的去搞这个事情 嗯 你要去也可以 但是我告诉你 去了也是个一锤子来麦 最多也就是把你这个十个W拿到 但是后面还是一样的 他还是会消失的 哈哈 对 他就玩这一般 对 没有任何区别 好不好 你现在就是等于 收到了一个四十几个W的圣诞大礼包 结束了好吧 你别在那妄想 让圣诞老人住你家 嗯 但是他之前给我的承诺 就是说如果给他那个的话 嗯 就是带球的话 他他就会 给我在宣任 大姐 你别出去说是舞曲员了 啊 好吗 你别在这说些丢人现眼的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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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经过考虑 我们 还是聊这种天干什么 他说 他承诺 这这话说了干什么 可以 他承诺不是个屁 他承诺 嗯 明白 这种人承诺有什么好听的呢 不就是两个人睡得开心的时候 给你张嘴胡说 没有什么好听的呢 嗯 那我现在就是过好我自己的生活 然后就是 嗯 再去问他 要问 第二十w 哎呀我建议你别找他啊 把你自己的朋友圈发发好 多发美照 这个大于一切 呵我告诉你 呵呵 多发美照 大于一切 对我在 我在东北这边就是没有那种有钱多金的 我在东北根本就没有 然后在深圳的话 我还是有有有几个 那你为什么不去深圳的 人家让你去你就应该去啊 呵 我 我现在对啊 我就后悔了 哎呀你现在上学吧 上学还是该多出去参加活动 都去参加活动 你迟早还得离开那个地方 我一说东北你这也待不久 说实话 你要不做直播吧 开直播 开直播还是会有大哥的 嗯 因为你漂亮吧 漂亮开直播肯定有大哥的 略雅 十个w不需要很长时间挣 像你们这种花瓶选手 很快就能挣出来的 明白了 你先把直播一开 然后呢 有事没事都出去拍拍美照 知道吧 看看你们有没有哪个同学 哎很会摄影的 白批一下别人 哈哈 我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一直跟我拍照 对 然后没事就穿点 我告诉你 穿要穿的好看 要穿那种很性感 很可爱的那种东西拍照 知道吗 别人包的严严实实的拍啊 那照片没人看了 哈哈哈哈 白了 你看看人家那些颜值网红 都是怎么拍照的 嗯 很sexy 不要 不是要那种 不是要那种 黑丝的那种sexy 要什么呢 要那种清纯的性感 你是琢磨琢磨 嗯 知道吗 嗯 什么小白兔的那种性感 小迷路的那种性感 不是那种那种 那种那种 嗯 明白了 符合你的年龄 符合你的气质 嗯 然后我告诉你 大哥排队 哈哈 你说 大哥排队 嗯 我现在就是有一种 在他一棵树上掉死了 然后我 我现在就是要那个了 啥一棵树 他都谈不上是你的一棵树 人家总共跟你见了几回啊 他当时我在上班 他就对我有想法 直到我 直到我老板走了之后 他是我老板的老板 我老板走了之后 他邀请我去喝茶 喝完茶之后 他就他邀请我做他女朋友 我当时挺懵的 我问你 我问你的什么呀 嗯 你问我的一棵树 见了两三次 你看 这怎么答非所问 这要是哪个大哥跟你聊天 就能上得了头 我哪怕见到鬼的 我说东西说西 吃吃服了 总共就见两三回 啊我感觉我在这棵树上掉死了 那棵树说你磨碍老子 你干嘛 你碰瓷啊你 你身体不正常 我还是有点那个 有点处理的 我告诉你了 啊 人间正道是什么 好好的包装自己 该直播直播 有没有才艺 有才艺上的才艺啊 然后呢 多拍美照 多发圈 发圈呢 完了以后还要 多发某书 知道吧 某音 发公众平台 好看的东西 发公众平台 你会吸引如数的大哥 懂吗 你懂了 别指着这种 哎呀 你就等亮着 我告诉你 美照 只要你发到位了 他必然还得找你 好不好 嗯 我跟你说 男人在我们这就是透明的 知道吧 你别把个谁想的跟个神似的 嗯 明白 嗯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谢谢老师 好 谢谢啊 拜拜 好 甜甜的那傻白甜真的是 嗯 我在这棵书上都要吊死了 你是吊了几 你吊了四年 吊了五年 吊了八十年 他在他在书上吊死他 别人跟他总共认识一个月 见了两三遍 他搞句他要在别人这棵书上吊死 别人说 你你本来你找我的时候 你就是想死是不 你是那根绳子没在吊 你绳子找找个梁找半天没找到 好不容易看着我了 给我刷我这了 你快点给我死远一点 喂 真的是 你们一定要转变心态 知道吗 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在你们最耀眼的时候 偶尔遇到一两个圣诞老人 给你发了一个圣诞大礼包 新年大礼包 跨年大礼包 三八大礼包 六一大礼包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当做是常态 对吧 人家就是出来搞慈善的 我听过很多很多大佬跟我讲 他们有的时候找女孩的心态就是搞慈善 真的 他们说 为什么最近要泡丢啊 这个那个他说 哎呀感觉他们还挺可怜的 资助一下 真的是这样 就感觉大家跟日子过得挺不容易的 长得这么好看 这么彩兮兮的 我资助一下你 我有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 我不是给你们讲了吗 我有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帅哥 哎呀长得好帅 哎穿的好嘔吐 就是穿的那个衣服啊 一看就没品质 没品牌 没品质 我就特别想赞助一下他服装费 特别想跟他说 这么高 这么帅 要不咱就买几套好衣服穿着 但是呢 可能我还没有到达那个财富量级 等我什么时候我 我后面再多两个零 多一个零就行了吧 也不要多那么多零 就多一个零 就多一个零 可能我也就更洒脱一点 当时就给他们发个红包 买衣服 买完了以后再过来找我啊 哈哈哈 换一套衣服再过来找我啊 我可能 我可能真的会这样 有的时候你说 那你是想占有他吗 不是啊 是吧 你看 他说那男的啊 见了他两三遍 给他买了一台车 可能人家就是在东北 看到人太冷了 你知道吧 真的 我现在已经能抿出 那个男人的心态 他可能就是 看到这个女孩啊 搞活动 搞会议 完了以后呢 东北又冷 然后他们当礼仪 穿的又少 可能又看见这个女孩 是不是坐公交了 还是坐地铁了 觉得他好惨 就觉得哎呀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年纪轻轻的 我要提高一下她的生活水平 然后夸子就跟他给了四十多 绝对是这么个心态 你们信不 真的 但他一定会 一定不希望你说 你把他当做一个 什么长期的这种 相处的这种对象来看 不会的 那所谓的什么 你给我带个球 你给我这个那个 那是干嘛呢 那不就是恋爱的泡泡 他说这种话 是为了给自己制造恋爱的泡泡 你要是真给他带个球 那就没好事了 我告诉你们 他们往往的都是说的过去 我告诉你们 这个大哥在画饼的时候 是这样画的 大哥画饼他是怎么画的 他并不是说空穴来风的画 他往往都是把过去的事情 当将来说 什么意思呢 他可能曾经有个女的给他带球 他给那个女的买一泡房 所以呢 他跟你聊这个天安的时候呢 他会把他过去的这种功勋章 拿过来 当做他未来有可能做到的一件事 他就会跟你说 跟我生孩子的女人 我是会给他买套房的 他能自洽 为什么 他并没有骗人 他确实实实干过 他干过这个事 但是他对前面那个女的干过这个事 不代表他会对下一个女的干这个事 为什么 因为你并不知道前面一个女的跟了他多久 给他带来了什么价值 是什么背景 那个女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什么条件 这些东西你一概不知 他只摘出了其中一件结果 就是 如果跟我带球 我是会给他买房的 明白了吗 饼是这么画出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觉得 为什么我听他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那不像一个饼 我觉得他是真的想做的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做过 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讲的心安理得无比之强 他丝毫都不会认为他在骗你 因为其实他心里 后面一大段没有讲出来的潜台词是什么 是 如果你也像那个女人那样 能够对我付出那么多 能够陪我度过那么难 能够不离不弃 能够为我添砖加瓦 最后还能为我免一人子嗣 那我当然也会给你一套房子 这个是他后面的一二三四五 他没讲出来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的他 也不是现在的他 很有可能 曾经那个女的之 之所以能够 如此的撼动他的付出 是因为他那个时候 并没有现在那么有钱 明白吧 可能那个女的见证了他的成长 所以他觉得人家是应得的 懂不懂 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你们不要老是跟我掰扯 他真的是骗我的吗 他真的是画饼的吗 可是我觉得他说的挺真诚的呀 所有的元素 都是在别人身上上演过 所以他今天讲出来 如假包欢 是不是 多俩零千亿 哎呀 多瑞莎 我现在真的很难 咱不能再吹这种大牛掰了 在这这话说出去的话 我这工敌更多了呀 我们现在真的就是混个温饱 又换了办公室 员工又多了 支出又大 你看我每天的这个制装费 蹭蹭的往上 我明后天的两场招商会 买衣服 又买了十几万 我跟别人可不一样 知道了 我我但凡那要上场 我那上的都是啊 都是一线大盘 我上的都是一线呀 成一 还不一定好看 到时候他们可能还说我画孔雀 你说的难不难 然后那天 我们那个负责私密的那个陈震总 问我 你这招商会看完这衣服 可能就不咋穿了 你这一下子花这么多钱 你就买这衣服专门为了招商会 我说那可不是吗 他说这也太浪费了 我说我告诉你 我说我只有这样上场 才会激励我开下一场招商会 我说要不然的话 我不能把自己打扮的非常牛的这个样子 我说我连下一场招商会我都不想开 让我教大家我是怎么挣钱的 真的比杀了我还难受 为什么要让我教大家我是怎么挣钱 我是怎么做好的 真的比杀了我还难受 一点都不想搞 一点都不想讲 此一时彼一时是的 说的太对了 来下一个 哈喽 曲曲能听到吗 嗯 你说 我说一下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处理我老公 和他小C的问题 获得了一句大话 我的基本盘是我二十八 二十八年前 目前是准备了辞职和老公去欧洲 然后准备读个语言学校之后再找工作 然后家境就是四线小康 随力硕士长相七分 我老公是三十五 然后是国企外排欧洲年薪五四万 然后是父母有自产 然后硕士外星六分 然后我们是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球 然后他那边的小C是他在 他在国外的同事 然后小C是三十四岁 而家境是还不如我 然后长相也就五分吧 就主打的就是那种会照顾人 目前是被我发现的时候起跳了 然后拿到了裁权 然后落黑了小C 然后也起移民 但是最近我发现 他把小C加回来了 就是业务游往来为理由 然后目前我是起跳断联了一周吧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手里是有他们的那个 聊天的录屏 就是有证据的 那个女的 你现在跟他在同一个国家吗 不在 但是我老公现在和我一起在中国 我们是打算 他四月份先过去 我五月份过去 就是说有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会能见到面 所以说你们还一国是吧 到时候 他这个女的是因为你们俩一国 所以才好上的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想放弃我的工作 我说我不愿意过去 所以他们好上了 我觉得可能这个是随着你们两个人不异国 可能他也就会消失掉 那我现在就比较担心 因为我会先辞职 然后他们过去会有一个月的时间相处 我怕这个有变化 而且那个女的她 手里的结婚对象是一个二婚有八的 就是是不如我老公的 他会抓得不放我认为 现在你老公啥意思啊 你现在断联干嘛的 他啥意思啊 他就是在什么支付宝 什么上面找我 他啥意思呢 他咋说呢 他说的就是说就是让我别生气 然后解释就是他们只是业务往来 没有联系什么的 但是我很担心他们相处一个月 而且那个女的又搞事情 嗯 那相处一个月 我觉得这个事你几乎是避免不了的 除非我也跟过去盯着 对 要不然的话避免不了的 肯定避免不了 你觉得我要跟过去吗 还是说没有必要 你现在能提前过去吗 能提前过去 也就是说我五月份还有一个考试 考考考考完了我可以刮舍保 然后如果不过去就不考 那个考试重要吗 嗯 不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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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过去呗 你觉得我最好过去盯紧点 他已经都把财权都给你了 他还有什么能拿的呢 嗯 所以你觉得不是什么问题是吧 不是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 是你你刚刚说的诉求 因为你已经拿了财权了 接下来他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给你拿的 我就是不知道还能跟他要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就是轻易的原谅他 然后他们那个事情我也我也 我其实是觉得啊 现在根本就没什么好去到的知道吗 因为你人不在现场啊 很多东西啊 你闹了是白闹 知道吧 白闹 到最后就是闹了一场空 没有意义 无疾而终 他现在也是在国内 他是个人才过去 对啊 现在你把他看着就行了 你你那个 现在你让他把他删了吗 嗯 我是发现了之后 我就直接回家出走了 这几天也没怎么联系 不知道他现在没事 嗯 是这样的啊 我是觉得其实你发现这个事 你根本就不应该在现在这个时候去闹 去起跳知道吧 因为我告诉你啊 我想从那个女的那里下手 但是我没有办法用这个威胁他 因为容易弄巧成主 不不不不不是 就是你起码人要过去 对对方他能产生一个威慑力 明白吗 你人都不过去的情况下 人家愿意跟他两个人偷去摸狗 男人是不会拒绝免费的吃食的 这个东西是不合人性的 那现在是他希望我在国内把这个事考了 那我能不能以我这次发现了生气 没有安全感为理由 要求不考这个事和他一起过去 可以啊 你就这样说呀 你说这个事我不考了 你说我跟你一起去 你谈得不谈 嗯 你没有商量空间 没有商量的余地 所以我这次原谅他的基础 就是这一个 其他的物质都不要再提了是吧 没有东西了 他有啥呀 他还能跟他妈咬 妈就没有必要了 那捅到他自己那里去就没必要了 好反而会觉得感受不太好是吧 对的 我明白了明白了 下次我跟你说啊 就是这种事是这样的 如果是异国的情况下发生的呀 我告诉你啊你啊 不能够太 就是你还是要对人有点容错虑 知道吗 要不然呢 这个婚姻啊也很难从一而出 说实话啊 他异国那时候其实我都已经发现了 然后我就也没起跳也没什么 我是发现了 回来之后 相处了一段现在 回温 发现证据了我才起跳的 哎你是对的 你这次是做的很漂亮的 但立刻又加回来这个事吧 其实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人性的弱点 因为那个女的肯定也会扒拉着他家 他也会想家 免费的不吃也白不吃 就是这种方法 他们肯定也聊了点什么感情的 哎呀说白了 那女的她就是会说 哎呀我们下次就是注意一点啊 不会让她发现的呀 什么什么的明白吗 人家是自己会往后退的 那我怎么能 那个搞定这个女的呢 你别 你人去了 每天跟他在一块 他自然而然的他就得收敛 他也不好怎么样 知道吗 那个女的等那个女的自己结了婚了就好了 我现在是希望他结婚 他有一个结婚对象 然后也是打算如果结婚了就回过 但是那个结婚对象质量太垃圾了 我觉得他不会放手 那也不一定 因为他想的是你老公能够跟他好 他再搏一搏 但实际上 他是博不赢的呀 你老公又不是个傻子 哦就是那个女的各方面都不如我 所以他被提黑掉了 是这意思吧 哎呀你老公就是想找一个未借懂吗 他找个人玩儿 找个未借 那女的自己上头 可是他因为这女的跟我提过离婚 那然后呢那还不是清醒了 然后他还不着把财权上交了 男人现实的很 好我明白了那我就跟过去 好吧你也别闹 尽量还是创造愉快的消息环境 嗯 嗯好 那我是不是家苏总可以回去了 对回去了 然后也不跟他要什么礼物什么的 对回去以后就收拾行李 你说我这次跟你一起出国 他问这问他问他 你说你自己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说你再别逼逼了 你说再别再逼逼我把你爸妈都叫我来 哦好我明白 好就这样啊 好好好拜拜 谢谢去去谢谢 男人吃土豆丝吃腻了 喜欢来一道餐后甜品 哎呀我跟你们说就是 正常的男人啊 这个男的他爸爸是个正常的男的 他如果此时处在一个身体的空窗期 他是不会拒绝一盘送上来的肉 好不好 一个正常人在他饿了的时候 他就是会饥不择食的 何况还是别人送到他的嘴边上的肉 你说他会不会有那么一丝丝的 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一丝丝的冲动 上头激情 会 但是冷静下来以后呢 我告诉你 他如果人不回来他在国外 他觉得你在国内 他跟那个女的相处的如交似漆的时候 他是会有想要跟你两个人扯快了认的这个疯狂念头 但是人一回来马上 心态就发生改变了 知道吗 看见了摸到了 哼哈哼着了 马上想法就改变了 我告诉你们 男人是极其极其现实的 他是因为没看见没摸着 他那个感觉吧 还没上来 然后呢 他这边跟人家打得火热的时候 然后那个女的 啊稍微逼一下 什么 你要 如果说你不能跟我在一起的话 我就要回国结婚了 可是我真的很爱你 我感觉我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遇到过 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一顿稿呗 对不对 然后呢 十点半了 他搞的不错了 对吧 然后那男的心想 你看你又不能在这陪我 然后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啊 我现在有一个人在这陪我 人家愿意为我放弃一些牺牲一些 还愿意为我放弃他国内的结婚对象 他在那个对比之下 他的脑子会头脑发热 做出非常不理智的判断 但是只要他人一回来 他一看见你 哎呀 我女朋友长得又美 年龄又小 条件又好 跟我青梅竹马干干净净 啊 我疯了呀 我要我要跟那个好 我咋了 懂了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见面三分情呢 什么异地恋呢 异国恋呢 那不出问题呢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人在鸡长鹿鹿的时候 就会鸡不择食 大家就把我这个话记住了 好不好 人在鸡长鹿鹿的时候 就会鸡不择食 下一个 哈喽 哈喽 嗯 曲曲老师好 你好 嗯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学过金贵的关系 您很多宝贵的论点 独自为我的情感 人际关系方面指明方向 嗯 本人受益匪浅 今天就情感问题 再次请您为我指明方向 我是走正常婚恋路线的 嗯 首先介绍一下我和男朋友的基本情况 嗯 我的基本盘是 年龄30岁 年收入20万 二线城市小苹果 学历985名校本硕 资产370个W 嗯 南方 年龄38岁 年收入20多个W 自主创业 资产370个W 目前交往一年多 南方付出100个W 其中帮我还房贷70个W 我们都是奔着结婚去的 去年一年 她的年收入是120个W 今年年初准备订婚时 因为彩礼消费官等问题 闹了很多矛盾很不愉快 我拿不准要继续还是分开 所以过一年期间 报了EV1 我当时以为她的年收入是 稳定过百万的 瑞妮老师和您的建议 都是继续推进结婚 虽然这等于接受杀架 但是她有付出意识 往后感情拉上来 还可以再引导 但是我前两天刚得知 男朋友的年收入 只有去年一年是过百万的 之前和今年都只有20多个W 未来的收入可能不高 我瞬间就理解了 为什么从今年以来 男友为我付出极其有限 各个节日都没有表示 且不断批谋A我 摊物质不懂满足的原因了 我之前以为 我绝对是在她经济承受范围内 提的一点小的物质诉求 她没有满足 也没有告诉我 她目前真实的经济收入情况 早知道她是这样的经济实力 我也不会开口了 现在的问题是 我该怎么办 继续推进结婚 会觉得男孩子的经济条件差了一点 她承受不了婚姻的琐碎和养娃的压力 本来想向上择偶 结果自己的条件比她还好一点 觉得有一点吃亏 如果分手 目前心理上舍不得这段感情 也怕自己三十岁了不好找 请曲曲老师指导 这男的有没有负债 有没有恶习 没有恶习 负债的话就是有房贷 嗯 房贷每个月还 你知道吗 每个月三千以内 哦 她为什么一个年只能赚二十 她是干嘛的 嗯 她是做人力资源服务的 就是她说这个工作的话 可取代性很强 而且经济形势不好 嗯 所以她不是自己做公司 她只是在给别人打工吗 她是自己做公司的 哦她是自己做公司的 她她是这样的 嗯 前年 去年之前都是打工的 后来去年一年 她自己挑出来自己干 所以把客户都引到了这边 所以去年一年的年收入特别高 嗯 但是今年呢 她告诉我只有二十多个W了 嗯 那未来也不一定收入会低啊 她只只不过她事业刚起盘嘛 她还要找客户嘛 意思就是 她需要找新的客户来源嘛 是的 嗯 她要 那你也不能就定性成 她的未来收入会很低 为什么要把它定性成这样 她跟我讲可能不会很高 对啊 因为她不想再给你抬心理预期了嘛 她已经给你付出了一百多万了 这个男的她这种水平 她能给你付出一百多万 对于她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破天荒的事件 所以她如果再跟你去抬心理预期 说未来还能起来 这个那个她就怕后面还得每年花这么多呀 嗯 嗯 那我现在就是选择安心跟她 跟她过日子 你是三十岁是吧 对 今年马上满三十岁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男孩子还可以 因为他付出意愿还挺强的 他就挣这么点 他能一年给你花出一百二 因为去年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 那不管奔着什么去的她能花出一百二都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哈哈 不管奔什么去 正常来讲这种收入的人他不可能一年给你花出十个往上啊 因为没有赚过那么多大钱呀 他第一次赚大钱他应该也不会那么的 手那么松啊 哼 嗯 因为没有婚房 所以就把我的房子还贷了 就作为一个诚意的体现 对啊 而且还的也是你的房子 这钱花出来了跟他也没关系 嗯 我是觉得 总体来讲付出意愿还不错 嗯 未来的话不好说 未来他必须自己出来创业嘛 肯定还会有一些上升的空间 因为他去找客户嘛 我觉得一年二十万的收入是他的底线 底线收入 因为 因为说白了就是他给别人打工的时候一年就是二十万 对吧 然后他出来创业了之后 第一年他在客户保回的情况下能做一百多万 那第二年 因为他没有新客户来源 可能他就打回到了他自己的那个水平 他如果再想做的话 他肯定还得在自己再出去找客户 他应该是二十万是最低水平知道吧 二十万不是他的最高水平 是他最低水平 嗯 因为他就算给别人打工他也能挣这么多呀 嗯 他实在是不行他不就回去上班了吗 嗯 所以就还是相信他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反正你也到这个年龄了 也该结了 那我就不考虑其他的 就一心一意的跟他奔着结婚走 对 我觉得可以的 啊 也不要太好高物严了 条件这个东西吧 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 老是在心理衡量 其实也很难 我会现在有一点恐婚 嗯 就是 现在日常的相处肯定有一些矛盾啊 然后金钱方面啊 可能会觉得有点结舍嘛 嗯 就会担心以后的日子 会 不会很好过 你自己一个人过的时候会过得更好吗 自己一个人 就不用不用在乎他的感受嘛 就自己自己潇洒嘛 你现在也可以自己潇洒呀 但是他会 你哪里变了 嗯 他会讲我嘛 他可能会看不惯我的消费呀 嗯 比如呢 嗯 比如 我可能 一年偶尔会想 买两个包 嗯 嗯 他可能就 觉得我 把钱浪费在这个方面了 有买项链之类的 我就觉得 就买个开心嘛 就还是 喜欢这些东西 他就 他就不喜欢 嗯 他就觉得 这个 这个经济压力 压力对他有点大 嗯 因为他会想到 其实未来他是要去承担所有的这些开支的 那如果说 既然 他的收入如果在 其实你能看到 他的收入当 只要上来了 其实他就愿意花 但他收入如果没上来呢 他就很谨慎 也很正常 我觉得如果他收入没上来的时候 你自己要买呢 你就没有必要去告知他 我就自己偷偷的买 对就不用跟他说 如果他收入上来了 再让他搞 嗯 然后 我觉得他 目前就是 嗯 普通男人嘛 就会有很多的 嗯 比如说 不爱 不爱干净啊 或者是有点自大啊 这样的缺点 那我也 就是全部包容 然后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是吗 也不存在说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这个事 你也得自己舒服好吗 该矫正的矫正 该说的说 啊 就是正常相处 对啊 对啊 对的啊 对的啊 是的 他付出多少的物质 他就换回多少的情绪价值嘛 他的物质的供给能力不够的时候 那你们两个人的相处肯定你能更舒服一点啊 他也要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嘛 就是这样 我感觉去年一年他 嗯 包括追求期间以及发展期间 情绪价值也提供的很足 然后经济也付出的很多 但是今年以来呢 嗯 也没有物质付出 然后 情绪价值这方面也降低了很多 对的 因为钱是男人的胆 哈哈 钱是什么 钱是男人的胆 他今年主要是他没挣到钱 他就烦懂吗 他要操心的事多了 烦的事多了以后 他就懒得跟你搞情绪价值了 就是这样 嗯 他以前愿意接送我 现在就不愿意了 嗯 哎呀说白了 他也觉得吧 你的消费又高 可能你最终又不一定想跟他好 他心里对于你呢 也没有十足的信任 懂吗 他觉得他肚子去投入好像也换不回来个什么 嗯 最后你还是得让他再一年付出一百多 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现在又支撑不了 所以他就有点板烂 其实是 那我还是坚定会跟他在一起 会跟他结婚的这个信心 我觉得他好好地聊一下 好好聊一下知道吧 这个东西要基于好好聊 你就说 我之前不知道你的情况 那我现在知道你的情况了 那我觉得我们要重新的定义一下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相似模式 你说我不管你挣多挣少 但是 不管你挣的每一分钱 你说必须你得 对我有十足的付出意愿 那 你今天挣 你挣一百万的时候 我 会好好跟你在一起 你挣二十万 我也不会离开你 我还是会坚定的跟你在一起的 我愿意跟你两个人一起往下走 去同干共苦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要对我们这段关系 有十足的付出意愿 挣的少 你也要给我 挣的多 你也要给我 你说这个很重要 你说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算了 如果可以 咱们俩就好好谈 对吧 你该做的一些事 你说平时接送啊什么的 如果你有时间 我就希望你还是能做到 就把你心里的所有的诉求 跟疑惑全部聊开 嗯 好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谢谢老师 拜拜 嗯 拜拜 唉 第一次赚大钱 直接就把他一年赚的钱 全部给这个女的花完了 结果 他当时本来也觉得自己 每年都能挣那么多 哎呀 一片祥和 欣欣笑容 没想到他第二年的时候 打回原型了 挣不到了 是吧 突然之间就觉得 哎呀 荷尔蒙也没了 那个男性荷尔蒙也没了 想要去谈恋爱的那种冲动啊 激情啊 都没了 他前面对于恋爱的那种冲动激情 全不是来源于他挣到钱了 他觉得他也可以扬眉吐气了 是吧 哎 对于自己喜欢的女人 大手一挥 拿去 哎 买是吧 他享受到那个感觉了 然后呢 他那个熊西荷尔蒙 扩张了 但是到第二年打回原型了 他的熊西荷尔蒙又萎缩了 所以啊 人家说 钱真的是女人的气 是男人的胆 知道吧 没有钱 男人没有钱 他就没胆子了 很多事他就不敢搞了 还有他对于女性的那种张力啊 没有了 就是这样的 咋办呢 哈哈 哎 下一个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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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 没说话呢 哈喽 哈喽 你好 哈喽 听得到 哎 你这有回声哎 这有回声哎 这有回声哎 有回声 你是连音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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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稍等 是在这个方式 咳咳咳 咳咳 咳咳 嗯 现在呢 嗯好了 哎不行不行 还是有回声 重新连一下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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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到吗 不行了 哈喽 你好 嗨 您好 嗨 终于听到了 你声音很小 嗯 现在这样子 你是连了耳机还是连了什么东西啊 我在电脑上面接的 要不我在手机上面接 你在手机上接好吗 您好 哈喽哈喽 好 你说 嗯 啊 谢谢您好 首先来说一下我自己的问题吧 嗯 就是我 我现在处在一个比较迷茫的阶段 我不知道自己更适合走行 还是走辞进来实现阶层跨越 然后以及我自己在婚联市场上面定位 嗯 大概 嗯 然后 嗯 先说一下我自己的人物画像吧 嗯 我今年是21岁 然后 然后在海外本科世界排名前50的学校在读书 目前就是没有收入都是爸爸妈妈给的学费和生活费 家境的话 嗯 勉强算是小康的独生女 嗯 东部沿海的三县小城 然后家里 嗯 三套住宅一套小别墅 总资产差不多 有 嗯 500 小1000差不多 然后爸爸妈妈在 那个企业都是小管理层 家里关系比较好 对我都很开明 但是我爸爸妈妈知道他们的水平 你指导不了我的人生 嗯 所以基本上都还比较尊重我自己的决定 嗯 学历的话 我今年暑假本科毕业 我在学习上面还比较卷 现在拿到了 嗯 世界前世大学的几个offer 我正在抉择去哪个学校 大概率的话 明年还是会在伦敦读一个一年的研究生 然后学的一直都是呃 精进啊 管理方面的行业 嗯 呃 外型的话 外型的话呃 身材比较好 呃 一米七多 然后长比较高比较瘦 颜值就是有点小漂亮 嗯 六分吧 然后原生脸 脸还没操作过 嗯 就纯原生 我自己感觉还有一些提成空间的 然后性格方面 嗯 我觉得我性格比较温和稳定 因为从小就是 在爱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我爸爸妈妈也不是很突出我 然后我骨子里面其实是很木墙 嗯 搭着很强的事业心 然后因为一直在读书嘛 所以就一直没有接受接触社会 我感觉自己心是现在不是很成熟 就是从小被帮妈妈保护太好了 别人可能是装的小白兔 但是我是真的小白兔 就现在我有刻意去训练这个方面了 嗯 嗯 然后下面说我自己的恋爱史 就是同龄人方面和前辈方面 我分开这两个方向来讲 嗯 同龄人的方向呢就是 谈过 呃 发外代的博士同学 嗯 家庭资产要过亿的独子 因为家庭差距真的很大 我当时年龄也很小 没有想继续推进 就两个人一起性格和实在一起挺开心的 后面就学习忙起来就分开了 我觉得可能也不算一段感情 因为没太交心 我们就是相互短则对方 嗯 嗯 我目前一直以来就跟身边同学关系都还不错 嗯 同学追求者的话 我大部分都当朋友相处了 因为不管是国安二啊还是富二啊 他们留学生他们玩的都很滑 而且我自己多多少少都对自己家庭背景有点自卑 嗯 这个也是我感觉我跟同学相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做什么事情就是数数数小有点不敢 然后下面说一下前辈方向 嗯 是目前还在一起的 嗯 男嘉宾是40岁左右 我们在一起快两年了 然后我第一次也是给他 他是扯了快乐圈 有一个娃 行业是在精进教培行业 年入有个小100吧 我感觉他在事业上可能 没有做到行业里面天花板或者是很成功 嗯 我当时跟他在一起 一个是因为我 我当时还十几岁就脑子不灵光 也没有得到区区的指点 真的很后悔 另一个就是 嗯 在学习上面 在专业知识方面 嗯 他确实能够帮助我 我也是通过这个图形跟他认识的 然后目前我们是住在一起 然后嗯 我 我不是很想跟他推围成的 但是他对我基本上挑摔毛病 因为我一直在海外读书嘛 然后他就跑到我的国家来 一边读书一边陪我 我现在感觉自己多多少少有点 甩不掉这段关系 到时候可能得通过 我父母那边的强硬态度来解决 嗯 然后就是 就是回顾我的恋爱时 我觉得我谈的就是太少了 而且谈这两个好像都挺稀巴烂的 嗯 就现在好迷茫 我我我回国发展的话 就毕业之后回国发展 一定不会再去老家 三星岛城发展了 但是后面我又不知道我要去哪个城市发展 我甚至这个暑假我都不知道我应该要去哪里 就家里在京津这个圈子里面基本上没有背景 没有资源 就不能给我提供事业上的支持 嗯 如果是我想要铁的心走雄精路线的话 基本上就是靠自己在京津圈子里面闯荡 我可以给自己加一些光环 加一些title这样子 如果是走 呃现在打算走此境的话 我有优势的点就是 嗯 书读的还不错 家世清白 哦 年轻漂亮 嗯 性格就是比较会舔 嗯 自尊心不高 情绪价值给的很好 我还是挺有自信的 让对方快速上头的 嗯 那我的问题就是我应该趁年轻的这时候 多去接触大佬 还是说就走正常的婚宴路线 找同学里面比较老实的靠谱的人 因为其实之前也讲过嘛 如果能够去比较不错的高校的话 最好还是在学校的同学里面去找 嗯 说完了吗 嗯 说完了 你都知道我会给的答案了呀 所以你是对我会给你的这个答案不认可 你今天才来问的 就是说我现在应该结束 嗯 我和前辈那个关系 然后老老实实在同学里面找 对的 你知道我会给的答案呢 你看我的答案你看了那么多 你都背出来了吗 嗯 OK 就 现在问题就是 同学里面有一些追求者 但是 因为年龄还比较小 大家都没有想要去长者 去安定下来 大部分还是处在那种 玩的态度 我就没太有信心去处 你不是采考上的什么前十的学校吗 嗯 你不是还要去读吗 对啊 你去那个里面找呀 嗯 你就去那个里面找就好了呀 找到一个搞定 就完事了吗 你不是有 有信心让别人上头吗 是的 我有信心让别人上头 没信心让别人跟你结婚 但是说 我有信心让别人短时间对我上头 但是说 常走的话 我不确定 因为自己家庭背景确实 太弱了 这跟家庭背景有什么关系呢 是因为你自己很现实 你就总是会觉得 对方看你 也会用一个很势力的眼睛去看你 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也有很多很多的男孩子 他们没有想那么多 在起码在上学的时期 嗯 他也可以 只因为在学校里面这种 单纯的恋爱想要去结婚的呀 也会有很多呀 读书读的好的 也有很多呀 未来能够有成就的也有很多呀 嗯 你也不一定非要去找那种所谓的超级玩卡富二代吧 嗯 OK 是 嗯 我如果能找到一个成长股 嗯 创一是不是也不错 只能在学校找 你所谓的创一你去哪里找 嗯 嗯 我之前在 嗯 精进行业做实习的时候有接触到一些 我再跟你说一遍 只能在学校找 嗯 好的好的 出了校门就不要跟那些男的来栽 这是我对你的建议 嗯 你的外面看的都是花里胡哨 花圈绣腿 一点真东西没有 好的 OK 我明白了 嗯 你现在这个什么 40岁就男的那么稀巴烂的 赶紧赶紧甩掉啊 好的 我觉得他多多少少也有 他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影响 我在同学里面找 立刻甩 啊 别别磨叽 没有任何磨叽的空间好吧 嗯 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后面 想继续在进行圈子里面这个行业发展的话 我觉得 嗯 你自己没有资源 就很难做这个事情 你不要想着有没有资源 你先做 嗯 你往好了做 你把专业往好了磨 往顶尖了搞 你不要先想着什么资不资源 你坐着坐着那么资源不就来了吗 嗯 好的 就是在学校里面专业知识 安安稳稳的学 然后该做的实习 去做 对啊 该有什么睡觉 你要是能在前 什么前十的学校里面 还能达到前十的成绩 那你走到哪里也应该是顶尖的呀 嗯 专专业非常过硬的人不需要搞关系 好的 明白了 嗯 有资讯 有资讯你就往死里搞 嗯 好的 因为金融全是确实很吃资源很吃人 所以我想在这个路上 你想太多了好吗 你想太早了 想太多了 你真刀真枪的干过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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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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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同学的那个专业实力 他能强到哪里去 哼哼 哼 知道吗 你们那个都叫二雷优秀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 对于我来说的话 在 职业发展这个方面就是 安安稳稳地去做摩自己专业知识 对的 然后 该有的机会 努力去抓抓不抓得到再说 对的 对的 嗯 嗯 然后在 嗯 这个 互联方面就是 结束我现在 这段乱七八糟的关系 然后 嗯 专心在学校里面找 是的 找 就主要是找 嗯 寻寻单纯的男孩子 对 要有潜质的 有能力的 他也学习好的 嗯 他也能力强的 他也想创业的 他也 你不要去看那些什么 花一胡绕那些公子哥 嗯 明白了 嗯 嗯 明白了 就是走一条走一条正道走一条正心的路线 OK 是的 在学校里面找是最快的好吧 嗯 好的 好的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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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这种类型的女孩子是最严厉的 你们发现没有 我对所有的 在海外啊 或者在国内啊 读到很好的学校 成绩很好的 这一类女孩子 是最严厉的 这一类女孩来我这说 试图什么走瓷径的呀 什么要搞大佬的呀 在我这里啊 我是对他们最严厉最严厉的 知道吧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捷径 他们以为的捷径 只会让他们山路十八弯到不了终点 有些路呀 是前面坎坷后面通常 有些路是前面通常后面坎坷 但是我跟你们讲啊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一半一半的 一个比例 知道吗 他不是一半一半的比例 很多时候啊 前面坎坷的 他可能就这么点 但是后面通常的是这么多 明白吗 前面坎坷的是这么点 后面通常的是这么多 相反 是一样的 前面通常 他也是这么点 后面的坎坷是这么多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 生命很多时候的真相 你们 站在你们的视角 你们的视野上 看的时候 你只看到了你眼面前的这一段距离 当你 着眼一看 眼面前这一段距离的时候 你没有站到上帝视角 看到这条完整的路 所以 你以为 这一段路 代表了全部 你以为 这个十米 代表了后面的一百米 因为 你看不到 这后面 你只看得到 这前面 对吧 其实 过了这十米 后面的路 就会无比的难走 这个真的叫捷径吗 这个不叫捷径 反过来 才叫捷径 知道吗 前面的男的 就这么点 后面的容易的这么多 这个才叫捷径 真正的捷径 是不是的 但是这个男的 他就不 就是你面前的 这一段 男啃的骨头 这段男啃的骨头 你必须要把它啃进去 必须要把它啃下去 你才会迎来曙光 你才会看到机会 你们这些读书读的好的女孩子是什么 是这段男的路啊 你已经走了一半了 知道吗 可是你想放弃 你看到了旁边那段简单的路 你就想 从这个支压压出来 是吧 哎呀 我看到了一个分叉道 我在走这个南路的时候啊 我还没有走到这儿 我还没有走到这儿 然后中间我看到了一个分叉道 那个分叉道 那个分叉道看起来好简单啊 你想跳 你想跳 你们知道吗 你们前面走的这段路 是被无数无数的人已经放弃了的这段路 可是 你再走一点 马上就是曙光 为什么 生命的长河 我们至少要用八十年的眼光去看待它了 我们是不是至少用八十年的眼光去看待它 有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啊 我们真的是至少要吃二十年的苦头的 至少 知道吗 你到底是选择 吃二十年的苦头 过六十年的轻松 还是过二十年的轻松 吃六十年的苦头 你们在我们这里听的案例还不够多吗 有多少女孩子啊 是吧 啥也不会 啥也不干 一分钱没挣过 叔叔没读几天 遇到一个男的 一个月跟他给了点小钱 哎 他就觉得我这样也挺好 对不对 到最后养肺了 娃也生了 那男的 开始缩减开支 在哪缩减 就在你头上缩减 为什么 因为你不值 你不配 你一分钱的苦都不愿意吃 对不对 我今天的江山是我打下来的 我的江山要给谁 要给那个配的人 要给那个职责的人 对吧 你来我这第一天 你就来走劫进来了 我本以为我给你的捷径 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跳板 是为了翘起你更高的支点 让你跑到更高的地方 没有想到你老人家 来了就往下一躺 啊 你就想从头到尾 享受我的胜利故事 你凭什么 从男人的维度上来说 他觉得你凭什么骂我渣呀 你凭什么骂我不是东西啊 你有进步吗 你这么多年你有思辨吗 你从第一天开始你就是个懒金 从头懒到尾 现在我觉得你不值 我不想给你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你不需要 你有社会关系吗 你有投资需求吗 你有认知吗 你能赚到钱吗 几个灵魂拷问不给你拷懵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其实没有任何一条路 我们应该把它是看作一条简单的路 我告诉你们 在任何一条路里边 我们都要想一想 有什么是有可能最难解决的问题 我能不能提前把它攻克给 对不对 包括 那些找大佬的人是一样的 我告诉你们 这一生拿着慈敬的心去找大佬的人 这一辈子吃不上慈敬的那口饱饭 知道吗 你觉得 找大佬 他就只需要你怎么着呢 当个花瓶 是吧 你就一路慈敬走到底 我告诉你们 慈敬走的明白的人 他们都是用极高的要求在要求自己 这种要求一点都不亚于你们在走雄敬的时候的那种付出 外貌 只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线 一个基础门槛而已 走慈敬能走明白的人 能拿大结果的人 他也走得非常坎坷 你们以为他们就走得很容易吗 他们跟别的女的博弈的时候他们累不累啊 他们为了在所有的人当中脱影而戳的时候他累不累啊 当他的美貌在下滑的时候他想要去拉升他其他价值的时候他累不累啊 当这个男人的生意遇到了问题 当他的人脉遇到了空不缺的时候 他累不累啊 他想不想帮他去补足那一块的短板 试图在他这块蛋糕里头再拿一杯啊 他累不累啊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好不好 所以说所有的这种什么名校的这种 女孩子啊 你们了解我的性格的 你们也知道我的表达是什么 不要来挑战我的耐心 知道吗 如果我讲三两句话 你还不往那个正路上跟我倒 我就要发飙了 那才是真正的浪费青春 你说跟这种40岁的屁也没有 什么年收入里100亿都不到的男的 跟别人在那同居 干什么呀 你就愁那口饭吃 你父母是一口饭都给不了你吃了吗 你出去刷个盘子 你吃不起这口饭 你需要受这个男的一点施舍 他能给你什么呀 搬物你的时间 把你的精力锁在这个地方 你还有什么空间 有什么时间有什么精力出去找新的 这不就是属于麻痹剂吗 对不对 买嘴 一哭 一塞 哦 问题就解决了 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对不对 下一个 最后一个 哈喽你好 哈喽曲曲你好 你好 你今天真的太业力了 颜值博着 然后最近我替你的视频 都常常关注在你的颜值上面去了 对不起啊 然后我呢 因为现在是处于人生比较斩折的一个节点 然后面对未来其实会有一些迷茫 所以想请去去帮我解解货 嗯 嗯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情感方面的 然后第二个是工作方面 首先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是否要选择我现在的男嘉宾作为结婚对象 我基本盘是这样 我是93年 然后刚30岁 本科211 然后165 身材颜值7到8分吧 家庭普通 现在再抄一些互联网年5W 然后男嘉宾是42岁 他是开公司的 然后资产大概1000多万的房子 100多万的车 然后年如大概 听他说的是300到500不等 然后具体看公司的业绩 他前几年扯了快乐症 然后有个12岁的女儿是前妻在带 我跟他是对对碰认识 相处两个多月付出20多个W 我们刚认识的两个周 他就密集带我见了他的很多朋友跟同事 都对我评价特别好 然后他对我也很认真 问一道什么 基本上也都能满足 他的性格是比较简单 接地气 然后皇帝呢 平时就爱打打游戏 看看股票 也提到过说我想不想上班都可以 然后如果我不上班的话 每个月可以给我5W 但是呢 他也有那种男人的那种自信跟夸大 所以会让我觉得 他其实是不是实力没有那么强 我纠结的原因就是 他其实是把我当做结婚对象去推进的 我之前嘛 然后因为是在超义线 我之前谈的那些男朋友就是像你口中的那种 刮孔雀精英男 然后也都是同龄或者是 好像比我好很多的一些土著男 然后大概去年 年底我就看清了一些现实嘛 然后去年底去对对碰付费 然后去找了一个那个红娘 然后帮我介绍了第一个就是他 其实当时我是抱着练手的心态序的 然后没想到这个就成了 然后他的身高一点点又比较半 10点半呢其实也就几分钟 但是他觉得自己可厉害的那种 就是那种非常自信 但是我平时都捧杀他嘛 然后他带了我进了他圈子里面所有人 但是我圈子里面我还是没有带他见过的 他父母也其实多岁了 然后未来很多山岸问题都要考虑等等 我现在想问曲曲的就是 这个男嘉宾他适不适合作为结婚对象 如果是的话我该怎么纠正心态 因为老实说我之前就是比较想想象的未来 可能还是那种比较正常的人生 没想过说那个结婚对象要去求快战 然后可能还是有点要貌差距在的嘛 我本来也是想升级打怪的 但是现在我们发展到现在这样其实还挺好的 最近大概可能近一个月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 所以我也没有再去引导什么了 所以就是主要是怕自己选错吧 然后想听听持续的意见 帮我看看那个我的认知盲区 选错你有啥别的选项吗 我没有啊 我我就想问我第二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的工作现在特别忙 然后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去找其他的选项 对啊没有别的选项 选项你这是单选哪来的错 哈哈哈哈 什么是错 那那那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呢 你现在多大 我觉得可以 这拿的可以 但是呢是这样 他说每个月给五万 你要让他给呀 拿出来呀 嗯 拿出来呀 你说我公共工作 我觉得这个你得给我 来 这个就是我未来你给我的零花钱 别管我公共工作 这跟我公共工作没关系 嗯 我现在就之前的引导都是通过什么 顾夫啦 美龙啦 然后什么建设 运动这些那个下的米嘛 嗯 然后嗯 还没有提到说未来 嗯 结婚这种 就他他可能是 之前提到说这个5W 对这个5W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去提前兑现 就是说 去说 无论我公共工作 就是当做我的零花钱吧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 嗯 也不知道该该该去引导 干呀 你要往以结婚的方向倒呀 以结婚的标准去要求他呀 想要他的物质付出 要以结婚的标准先去要求他 你要结婚之前能判断他能做到 才能代表他结婚之后有可能做到 结婚之前没有做到 怎么去判断他结婚之后会做呢 嗯 因为他之前说的就是说 结婚后嘛 嗯 他说他的你说你的 嗯 那谁 那这个点我 我最想然后 嗯 刚说的武大贝勒我又想起来 就之前说到车这个事情嘛 嗯 嗯 我之前就有意无意的去铺垫了一下车的事情 然后他也主动提到我说 如果说他给我买车的话他大概会买 40到50万 但是这个点车的事情是没有说是在婚前还是婚后 嗯 因为我没有想好 要婚前啊 能婚前的都婚前 哈哈哈 对 但是我之前不是也没有特别想法说 是不是要真的跟他去往婚恋推嘛 所以我也没太去引导这个事情 如果说真的要往婚恋推的话我可以提前去引导 赶紧搞吧 哎呀 30啦 做什么啥呀 有没有人法律规定你一辈子只能结一道 星期一呗 啊 好 因为就是我觉得还是心态问题 我就觉得我我理理智来看的话这个人其实是还可以的 但是就是心态嘛 因为我之前 我觉得你还有我得喜欢他 有点什么 喜欢他 对对 我觉得跟他相处还是可以的 对啊 所以啊我觉得鞋子合不合脚要自己要自己才知道知道吗 你不要老是拿外界的那些平凡标准去框这个人 嗯 就因为我他带我见了他片子里面所有人嘛 其实我到现在一个都还没有带他见过我的朋友 还是有点 就是我可能还要突破一下 哎呀突破啥 要是你跟人家说我男朋友每个月跟我给5万的零花钱 别人就会觉得啊他真不错 对不对 有的时候哎呀朋友哪有什么立场 朋友没有立场的 他只要有一个点 他觉得卧槽可以 牛逼他他就可以了 嗯 好呀那就是其实也 我其实 我也知道可能这点这点不是问题 但是我自己可能还在就是还没有突破自己 嗯 就是关于这种 嗯 因为可能有点念字问题嘛 就是未来可能如果别人问起年的老公啊 或者什么呢 你还要说啊 之前还有个小孩啊 然后或者说 为什么要说心肉鞋啊你 你有毛病啊 啊 你啥都对人说 你啥都对人提我 那个年纪这么大了 怎么之前什么的 就会有 就是像我家人就会问啊 但是我觉得你要说他的好 你知道吧 虽然但是这个句子会不会用 虽然啊 他 是有婚事有孩子 但是 他每个月给我给五万的零花券 哈哈哈哈 虽然他有婚事有孩子 虽然他个子不高 但是他给我买了一台车 哈哈哈哈 这是不是很好理解吧 对不对 嗯 对 那就多说好的点 对 你如果想让别人接受他 想让别人喜欢他 那你就怼着他的好说不就完了吗 嗯 然后还有就是他父母 其实也其实多了嘛 嗯 我知道可能有点想得远啊 就是 呃 你看如果未来什么的 可能我是不是 我就会感觉 我是不是可能还没结多久 然后就要去 他爸妈身体就不好了呀 哎呀小姐啊 你可真是 你这是蛮行 是吧你 你就五十万赚的太容易了是吧 啊 没有就是 因为这个节点比较关键 我要么就好好就是跟他往下找 然后就是会想一些东西嘛 你要么就是结婚 你要么就是拜拜 你只有这两个选择 你没有 叫做再谈的这个选择啊 嗯 没有再谈一谈看的这个选择啊 你多大了 嗯 每次都这么谈谈看谈谈看谈谈看 谈谈看 到最后就是啥也没有 屁也不是 嗯 好 就是其实你这边就是觉得这个是可以去推的 对吧 然后就可以干净结束 对我觉得 后年速度也很强 只要你自己的物质速度的时候 你一二三四五都提出来 他如果一二三四五全都满足 我觉得那就很好 嗯 好的 那就是如果我以后如果想就是比方说结婚的时候啊 我会想让比如他的房子写我的名啊这种都可以提对吧 想提就提 两个人在协商在最后达不成一致那就可以不谈了吗 对不对行动推动决策 嗯 我呀 好呀 嗯 嗯 那行这是呃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其实是我的那个工作方面嘛 嗯 呃就是刚刚提到就是呃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互联网 然后我今年年后又接手了非常就是重要复杂的项目 然后压力跟节奏都比较大 然后占据了我很多的时间 我其实本来之前规划的是今年年后 我再去看看别的男嘉宾 但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 然后呃我自己也深知就是可能在职业上面 呃可能已经比较到了一个天花板的一个 呃一个阶段了 然后所以我想说 呃接下来我能不能考虑去做一点 呃呃就是可能别的赛道或者说换一种生活方式 就不会像是在互联网节奏压力这么大 想有这个想法 看看自己的成本够不够 啊 然后呢 我觉得再多思考一段时间 如果觉得自己有这个成本 有这个能力 然后呢 心里也能最接受最差的结果 就就去做 也不用那么的纠结 我觉得 嗯 嗯 哦因为也是呃想到说 呃如果说真的要就是结婚的话 可能会自己会更有更多的 呃就是资本吗 嗯 为自己去探索一些其他的路吗 那就可以呀 那不挺好的吗 挺好的呀 嗯 嗯 你还年轻吗 在事业上面来讲的话 多去寻求一些突破口 永远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嗯 然后其实呃 现在这个男嘉宾 他其实是个非常传统的人 然后他也很爱国 然后 呃比方之前去国外旅游啊 都特别就看不上国外的东西 就觉得中国哪哪都好 嗯 我之前也提到过说现在工作压力大 如果不工作能去干嘛 然后说到说能不能去读书啊 说再提升学历也挺好的 但其实这个点他就是很不赞同 因为他 就是不太喜欢那种国外 他就觉得中国哪哪都好 然后 提升学历跟国外有什么关系啊 他自己啥学历 他自 我说我 我去提升学历 他自己 他自己好像也是个一本吧 一本 嗯 好像也是 就这个点没没没 不知道是吧 之前是个二本 然后现在好像升到了一本 嗯 反正他这个话说就像像 不是很有文化的人讲出来的话 哈哈 他就是 就是这个事情跟跟不是 这个事情更是不出国 我跟国外有啥关系 提升学历跟国外有啥关系 提升学历 提升学历跟国外有啥关系 没有就是说可能 国 因为我提到可能是去国外去读过数码 一年的那种 嗯 他不是因为这个 他有可能只是觉得 如果你们俩分开一年 这关系可能就掰了 他是这么想的 嗯 就是 呃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皇帝男 他不太喜欢就是在这种点位上去付出什么提升学历 我当时也不一定是国外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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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别人就算是个博乐男也不代表别人是个搞慈善的好不好 他是个要结婚的男的他不是个出来找找三四五六的大佬 他要跟你投资任何一分钱那不是为了让你飞那是为了让你跟他在一起好不好 你们不要用圣人的要求去要求别人对自己毫无要求 他跟你投资前那必须得保证你能跟他在一起 他跟你投资让你远走高飞他有病了 这个就是探讨就是我也没有明确的说就是可能平时聊到吗我想去探一下他这个性格啊之类的 就是他能够边界在哪里那些是他的雷雷点就我就之后就可能不去提了 嗯存在雷不雷的主要是你是不切实际人家要结婚的人人家送你出去读书 哈哈根本就不切实际好吧啊毫无意义的探讨啊 好然后呢就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呃他就是我怎么去探他的真实资产呢 因为呃就是他因为他是那种比较就是很自信自大的人嘛 就很多事情他明明可能就一分他会把自己说到个七八分八九分这种 嗯明着明着来全部都明着来明着来该该问问该查查知道吧 什么房子怎么怎么这个那个他所有说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一对一的给他对上就完了 嗯明着跟他搞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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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着哎呀我万万绕绕的打探 下结婚不用港的弯弯绕的好吗 我就是明问的呀然后呃他就说不呃不确定吗 然后因为是做公司的不是你都是资产怎么会不确定的资产是确定的呀 哦资产确定就是工资工资我想问他收入 那这个东西那是不确定你只用管他给你多少 哦好的那就也不用说去这东西你也查不明白好吗 哦 嗯 好的好的嗯好就这样啊嗯嗯好谢谢主持 拜拜 哎呀 哎呀 我今天整个四个小时下来我感觉我这一块都在痛 应该是扁导体中了还是啥的 讲话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头这半边脑子加这一块全部都在痛 可是我一看到金光闪闪的自己我也有点开心 所以说我就对我来说这些东西太重要了 这些外在的东西太重要了 如果说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外在展现形式的话 我没有办法去对抗 真的我很多东西我都没有办法去对抗 对抗自己身体的疲乏啊 病痛的这种难受或者是各种舆论的压力什么的 我感觉我一定要用一个美女战士的状态 我才能够真的去对抗这些东西 那句话是咋说的 说生命带我什么我却抱着一个 怎么怎么感冒 对啊身体素质现在不是特别好 抵抗力不佳 因为我不运动嘛 平常又不运动 然后呢又不爱晒太阳 所以呢大家应该多多运动 然后多多的晒晒太阳什么的 应该身体就会好很多 我就是确实抵抗力不是特别好 病毒比较容易入侵 可能病毒是个难的 实在是对我有点爱住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的妆容好喜欢 对我今天整体的状态我自己都还是很喜欢的 好啦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再见了 不过下周的话我应该不是周四周五 下周的话我可能会把时间调整到周六周日 因为我下周我报了一个摄影课 我想自己去学一学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知识 好久好久都没有报过这种类型的东西了 以前爸没有做自媒体的时候 今天去报个红酒班 明天去报个奢侈品鉴定班 有事没事的就到处报 好久好久没有报了 现在 嗯 现在这个形势呢 因为我不是连着两天 为什么要连着两天 就是因为我好把其他的时间空出来 我能完整的有时间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去学习啊去上课呀去旅游呀 对吧去跟更多的朋友去交流呀 对吧 这就是我想做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会把它变成周四周五两天 挨在一块的 它能够给我切割出更大的一个时间板块 是这样 好啦今天就到这里了 爱你们哦 我会想你们的 希望大家也会想我 我们下一次的美人解忧铺再见 拜拜 拜拜 乌 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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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